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考物天堂 我是節目主持人Martina 當然不少得我的好拍檔 Hello,當然不少是我Yoyo Yoyo,其實天氣轉換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很不舒服 其實也會,特別在香港 很多人都有鼻敏感 對我來說也是 因為我自己有鼻敏感的時候 一轉天氣的時候 呼吸會比較沒那麼暢順 其實除了我們之外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 都在經歷這個體驗 那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就很開心請來 又是嘉賓 就是Regan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怎樣可以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Hello,Regan,你好 Hello,你好 Regan,剛才我們提及過 其實香港的空氣非常之差 很多時候我們可能出外 都會覺得好像很不舒服 尤其是鼻敏感 又或者鼻膏好像很癢 那其實你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因為為什麼香港空氣差呢 其實本身環保署都有自出 我們香港大部分的污染 主要是來自發電廠 還有交車上排出來的廢氣 由於香港我們地史頓多 那哥羅達也很多 那大家其實都最近經常說的 就是關於屏風樓的問題 是的 我們這麼多哥羅達廈 就令到空氣不流通 反而就令到那些汽車排放的污染物 積聚了 還聚在一起 我們其實被迫著都好像 硬都要吸住一些廢氣 因為一些污染物吹不走 所以反而令到污染嚴重 其實我們可以提到南浦署的空氣污染指數 其實是經常都是偏高的 沒有聽過低 是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其實香港的空氣問題都挺嚴重的 都非常之差 那其實呢 我就知道 現在香港 即是無論是汽車排放的 互費氣 都令到我們的呼吸都沒有那麼好 那其實呢 空氣差呢 對我們身體會造成什麼損害呢 其實如果你說空氣差 那首先可能大家身邊的朋友都會有 一個都市病就是鼻敏感 是的 那如果可能 本身 那外面空氣差 那現在室內空氣都會差 那我們通常都是在室內裡面的 那我們平時可能在家 工作的地方 甚至乎商場 交通工具 那都是在室內的地方 那如果這個空氣 室內空氣差的時候 那其實我們可能會 身體不適 或者是可能健康都會欠解 那會有些什麼症狀呢 那通常可能我們會出現一些頭痛 是 眼睛痕癢 痕癢 那可能甚至乎 你會覺得身體不適 甚至乎你會有些 覺得很疲倦 想吐吐的感覺 其實一般我們以為自己 可能那天不夠睡 或者是那一刻工作壓力大 但是可能這些就是因為 空氣而影響到我們的 才會笑你 我們不解了 就以為很平常 好像我們不夠休息 但其實嚴重起來 都是不可以 看少它 當然如果一個室內空間 你有這樣的症狀 其實就可能是那個空氣 室內空氣比較差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長期處於 這麼差的室內空氣環境 嚴重一點可能會有些 呼吸道的疾病 例如是過敏性肺炎 或者是你會敲喘 因為其實香港很多人有敲喘 是的 如果再日漬月累 可能過多三至五年 可能會有些 嚴重一點的疾病 可能是從心臟有關的疾病 或者是會有癌症癌症 其實很嚴重 情況是 沒想過會這麼嚴重 如果這麼恐怖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怎樣改善這些問題 其實如果你想改善問題 我們一般建議 當然是保持室內的空氣 要保持流通 是的 最好打開一些門門窗窗 但是在香港 大家無論平時在家 工作的地方 可能都會開著冷氣 我們沒有可能打開窗 令空氣流通 很有矛盾 是的 很矛盾 一般有些什麼方法 我們會建議 使用一些高效能的空氣清新機 是的 其實空氣清新機 我們平時聽得多 但是會不會有不同的款式 其實空氣清新機 我們一般在市面上看到 主要分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用HEPA HEPA filter 過濾網形式的空氣清新機 體積會比較大一點 第二種 也挺常見的 就是一種用等離子 或者叫做負離子的空氣淨化機 是的 它有第三種 它是比較普遍和斬身的技術 就是一種叫做藍米光燭煤 配合殺菌級紫外光燈的空氣淨化機 其實它們有什麼分別在這裡 是的 其實空氣淨化機 先說一下歷史 其實空氣淨化機的歷史 已經發展了超過100年 這麼久? 對 對 是很久 而HEPA filter 其實它本身這個歷史 是比較傳統 亦都比較悠久 是的 我們一般HEPA filter 那個效能就是 它可以吸附到99.7% 大小為0.3厘米的圓縫微粒 即是多少 是的 其實0.3厘米有多小呢 細菌最小的尺寸大概就是0.3厘米 或者我們的頭髮除了300厘米 好難看 總之我們知道很細 是的 要用顯微鏡放大才會看到 是的 而這些filter機一般就是 對附一些我們所說的圓房叠紙 花粉 塵埃和細菌 是的 其實這三種 因為可能我們不同的地方 甚至我們家裏或者辦公室 我們需要的都不同 其實這三種是怎樣配合不同的場合呢 是的 剛才我講到其中一款 例如可能你家裏真的比較多塵埃的 是的 或者是有些人 可能香港比較少有花粉症這個情況 如果外國其實會普遍 可能那些人有花粉症的時候 他會用一些filter機 去吸收這些比較大顆的微粒 是的 那如果可能我們想對付一些細菌 或者味道問題 那可能我們會用 剛才講的另外的兩款 那剛才就講了有等離子和負離子的 是的 空氣淨化的東西 那其實它的體積比較小一點 那它們主要是透過一個離子產生器 就產生等離子或者負離子 那就將空氣裏面那些微粒 就吸附在一起 那這些被吸附的微粒呢 就會跌到地面 或者是在一些物件的表面 那從而令到空氣中的污染物減少了 去到一個淨化的效果 是的 那其實是不是呢 不同種類的空氣清新機 那它們都會是每一樣 分別是可能的範圍 是不同的 就是我們一定要找對清新機 是真的適合自己家 適合自己家 或者辦公室 其實現在一般的空氣淨化機 你看回它的目錄 或者它的規格 它都會建議一個適用的範圍 是的 那你最重要 選擇一個適合你用的範圍 就可以了 例如你的房間 可能我房二百尺的 那可能減到二百多尺的 那已經是足夠你去用的了 嗯 其實我們在使用的同時 呢 有沒有些地方 我們真的要好好地注意一下 那第一 首先你看回你想處理些什麼空氣問題 例如剛才我講過 可能你是對付塵內 還是細菌 或者是VOC 甲醛 或者是氣味 那你去綜合你想對付哪幾個問題 再去選一個適合你的技術的空氣淨化機 是的 而另外一種就是 剛才我都講了 例如我們現在家居 可能有時裝修員 或者是我們買新傢俱 尤其是在那些 會有些甲醛 VOC 很嚴重 對 其實最後那款 剛才提到的那個 叫做納米光燭煤的空氣淨化機 就很強去對付一些 甲醛和VOC的問題 哦 就是這個就適合這件事 甲醛的問題 是的 因為本身它的技術 就比較暫身一點 因為很少 暫時一般前兩個 我們都好像常聽見一點 對 常聽見 但是這一種我們是比較少 就是聽到 因為它真的很新的 其實這個技術都不算新 不過呢 如果你說在香港來講 都算比較生命一點 是的 可能大家都是聽到前面那兩款多了 但其實這一款 會是最近這幾年才開始普遍 對 但是亦都是開始給大家 驚訝 即是現在很多人都會用 很多人都會用 是的 無論是私人 酒店 醫院 很多地方 政府部門 它都會用 因為 其實我聽到 你說在醫院都會用 其實醫院 我想它的環境 不可以有細菌 因為始終是很危險的 在醫院上 所以這一種 大部分醫院都會用 因為它本身具備一個 殺菌級的紫外光管 是的 所以就適合醫院用 適合醫院用 適合醫院用 當紫外光射到塗層上面 就會產生了一種叫做光吹化的作用 是的 而這個作用就會 當空氣經過那支管的時候 就可以將細菌 甲醛 或者是VOC 把它清除了 而另一方面 當空氣中的水分子和氧分子 經過光株酶的塗層的時候 就會將它轉成為光株酶的離子 我選擇成為吹化的粒子 而這些吹化的粒子 就會散佈在整個空間 亦都可以做回剛才以上的效果 即是取除空氣中的烏耳物 是的 但其實我們可能在選擇這個 空氣清新機的時候 我們有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第一就注意你所用的地方 例如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家裡有養寵物 或者你家人本身有鼻敏感 哮喘 可能它都會擴充一些 可能比較高效能一點 可能對付致敏原 因為主要令我們敏感 都是致敏原的機 是的 我們就要去考慮一下 選擇哪一款機 它是專門對付致敏原比較厲害的 因為其實現在市面上一般的機 我們都可能會有一些 叫做測試報告 或者他們都會 有一些功能去介紹給你 那剛才就聽到 可能我們都要應對自己 是需要什麼 如果 例如有些人在家裡 會吸煙 其實可能有小朋友 又或者有養寵物 這東西都不是太好 如果在這個時候 它選擇的會不會是特別一點 是的 剛才說過 如果是Hepa Filter機 它只要對付一些微粒 因為煙主要是 一些味道和氣體 或者一些化學物質 其實Hepa Filter 它不能吸附到那些 那麼小的微粒 可能我們就考慮用一些 光觸媒 藍米光觸媒技術的 空氣淨化機 因為那些粒子會主動去跌 即是去接觸到那些 煙的微粒 它就會把它分解了 分解回到水和二氧化碳 那麼我們聽了Rigen 跟我們介紹了這麼多 關於空氣清新機的資訊 時間也都差不多 休息一會回來再聊一會 電量高專利設計輕巧安全 A-Magic的Magic One 外置慢用手機充電器 透過智能手機配搭D-Link IP Cam 全方位收體即時流暢影像 用智慧改變世界 讓科技改善生活 一一科技有限公司 包暗倉 出濕疹 上失臉 食藥食到灰 中西醫藥搞不點 天然療法是你唯一希望 A-Max 100%韓國製造 設計時尚 取材環保 全人手製造 盡顯獨特過剩 韓式閃耀 盡在Design In Me 咦?沒有人喝味 用了多樂士加麗安環保七 美國製造絕無VOC 甲醛和其他有害物質 符合美國專業環保認證 全家健康又安心 現在多樂士 還有全新推出的環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醛 保護更全面 想知多些 上多樂士網頁看看吧 北印度咖喱 新辣重口味 滋味羊肉 香脆薄餅 多款正宗飲食美食 盡在潮爆七衣咖喱王 天然純淨無雜質 高級金絲燕窩棧 滋寶養生 東盡燕窩狀 激烈細緻影像 全新二千萬像素 Samsung NX200 百年老號希臘酒莊 優質葡萄 結合千年古希臘釀酒方法 延續酒香文化 Santali 衝破地域界限 穿梭遊戲人間 挖泡點 潮爆玩 又怎止刺激那麼簡單 分享潮流真品 搜索無價寶物 搜索激身滿意 又怎可以沒有你們份呢 玩家達人 預賣你玩 好,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扣Martina 繼續有我Martina 和我的好拍檔 你好, 繼續有我Yoyo 當然少不了的就是我們 今大位嘉賓Regan 是, 是 上一節Regan, 你介紹了 空氣清新機的原理 是 除以千萬它的原理 你可不可以實質一點 告訴我們 因為比較上聽起來 比較難明一點 是 其實可能用回我們公司的產品 去介紹回空氣淨化機的原理 不過我也想說回 空氣淨化機基本的原理 其實空氣淨化機 一定會有內置的風扇 是 而這個風扇就會令到室內的空氣 有一個循環的流動 當一些污染的空氣 經過淨化機的淨化系統的時候 就會將那些污染物去除 或者吸附了 從而去達到一個清新的效果 就是一個淨化的空氣效果 其實很多時候辦公室 因為始終大家都是工作的地方 如果是真的不舒服的話 其實很影響到工作 是否很多辦公室都會用空氣淨化機 其實現在是很多公司都會找我們公司 可能去做一些室內空氣質素的方案 我們都會建議去用一些高效能的空氣淨化機 因為其實空氣差 是會影響到員工的工作能力 士氣都很自大 實際上可能缺席率會高些 因為其實大家想同心協力去做好事情 萬一不舒服的話 一個可能又傳一個 其實大家會不開心 所以在辦公室都很需要空氣清新機 對 其實是很需要的 至於關於我們公司的產品 其實剛才也有說過 是 它是一個納米光粥梅 加上紫外光管的技術 其實原理是怎樣 大家可以看看 我看到你是轉了一個圈 是嗎 是 我就轉了它裡面的系統給大家看看 是 其實它本身中間那支 就是一個殺菌級的紫外光管 是 即是中間這個透明色的 是 這個就是 所有細菌經過這個 當風經過這個管的時候 所有細菌都會被它的紫外光管殺死了 是 另外 它的光粥梅塗層會塗在這個殼這個位置 是 是 當紫外光射到這個專利納米的HCT 光粥梅塗層的時候 就會產生剛才說過的光吹化作用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會產生一些叫吹化的離子 是 而離子就會飄滿整個房間的空間 去做一個淨霸的後果 是的 明白 原來那個原理就是這樣的 是的 其實我想問 可能剛才也說到辦公室 其實如果辦公室用的空氣清新機 以及在家裡家用的 會不會有分別的呢 其實看回情況 例如你說家用的 其實來來去都可能是家人敏感 或者是可能你會有一些味道問題 就是可能煮食 或者是一些傢俬味道問題 或者是寵物問題 對 鴿酸那些 對 鴿酸那些VOC 那些問題會比較容易處理 其實是否就是說 基本上它已經可以處理到 很多不同的我們會引起 可能不舒服 或者有細菌的問題 但是分別的就是 既然它在辦公室 這麼多人的環境下 它可以做到的話 那家裡自然是少人少少 或者問題也是少一點的話 其實就更容易處理到 因為辦公室就是 一來人多 二來可能大家做的活動都不同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自己的 就是我們做可能女生化妝 或者男生喝咖啡 其實都會產生一些空氣污染出來 就是各人做的 即是有不同的東西都在污染 都會的 或者可能如果我們 例如一些商業大廈 它是走中央冷氣系統 可能它的污染 其實是會經不同的房間 去走勻整棟大廈 可能其實那個污染是 就是要去評估才會知道 那我們去再建議 或者去設計整個方案 去怎樣去解決那個空氣的問題 其實是不是 換句話來說 是每一次可能有些需要 去找你們買空氣清新機的時候 就可以說我們究竟那個需要是怎樣 然後你們就會有建議給我們 是的 因為我們本身都是 失落空氣質素的顧問 我們會提供一些專業的方案和意見 還有也是找專家來解答的話 更加容易明顯出 是的 那其實它的功能 大致上是怎樣的 是的 其實剛才都說過 它有個專利的HCT 藍米缸中會塗疹 其實它們會比較強效去除了一些 細菌病毒 毛菌 VOC 有些甲串和一些臭味 是的 還有這部機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很環保省電 最重要的是是環保 它的用電量更少於省電膽 是的 再加上我們本身這支鋼管 那個 都有一個專利技術 就是一個特長壽命的技術 它延長了鋼管的壽命 和它的效能 亦都會更加環保 我們不需要那麼勤去換鋼管 也會扔少一些廢物 是的 而且它非常輕巧 方便 一般可能我們說HEPA 提積大一點 可能真的要固定在一個地方用 就不可以 我可以說這樣拿來拿來 其實有沒有說可以用多久 是的 其實這些機器本身是設定的 你二十歲才會長開的 是的 唯一可能你有需要就是 根本去裡面那支支外鋼管 是的 一般我們這個產品 都是兩至三年才有需要根本去鋼管 是的 實在是非常千元 對 因為有些人都會長開它 但又會擔心其實有沒有問題 其實原來是OK的 對 對 這種技術的機器就比較方便 是的 對 就不需要擔心可能會積到柴柴 或者其他的問題 那開著就可以了 那定期兩至三年換個管 又可以繼續用 是的 還有加上我們這個產品 就是全美國製造的 甚至乎是零件 裝嵌都是全美國 所以它的品質方面會比較高一些 會耐用一些 是的 可能你用三五七年 是的 那它也不會說是 用三五七年 你大概 只要你保持換個管就OK 哦 是的 那我看到除了看到我們 講起清新機的原理之外 其實桌面上就是Rigen 你帶上來的實物 是 但是它的外形似乎是 太美了吧 是的 平時我們一般是一部 是很高興起清新機 平時一般看到的 它好像不是 比較大小小 是的 是 我們的機器 因為它用納米光中微的技術 就主要是利用它的離子去做正版 所以體積就會比 可能Hepa Filter機小小 因為Hepa Filter機 如果Filter不夠大 那它就未必可以吸附到那麼多東西 可能就會很快要更換Filter 嗯 所以我們的機器可以看下去小一點 小小部 是的 雖然它供小部 其實你看到面前這兩部 這兩部都是來的 是的 這兩部都是來的 其實這款就叫做Mobile的系列 它可以車房兩用 在汽車上面用就可以 在房間可以去到175呎 又或者250呎 如果小部已經是可以這樣 那其實這一部 我們認為它很小部 但是它的面積又可以廣 這部家用系列 它叫做AO1000 它最大可以做到1000個平方尺 哇 很厲害 很遙遠 我剛才正想問 如果一間很大的屋 要用怎樣的空氣清新機 才能遮蓋到那些 那原來這一部就可以了 細小部 因為我們香港都知道 空間會比較狹窄一些 其實這些機器會適合 適合曬 對 因為細小部 對 你放在桌上也很方便 而且我覺得它可以放在車上 這個真的很好 因為在車上的空氣質素都很差 所以有一部細小部 這樣放在這裡也很方便 但其實放在車上那些 或者我們放在家那些 會不會有分別的呢 如果市面上 可能其他牌子 他們會有專門一些車用 或者是房用 但我們這部是設定 兩款都可以用到的 噢 是的 因為它放在車上 它就會有一個車用的插頭 是的 如果可能你 例如你駕駛完車 用完那部機 你可以這樣拔走它的底部 這樣 然後拿這個 就可以拿這個回家 放在房間 放在桌面 繼續插回火後 就可以繼續用 這個真的挺好的 我覺得很方便 是很方便的 所以它是 你去到哪裡 都跟到你去哪裡 其實它的操作 是否很簡單 開了這個鈕已經可以了 是的 你看到其實它有兩個鈕 一個就是風扇 一個就是磊子的鈕 是 它有三段風扇 和三段磊子設定 你看回那個污染情況 如果有污染情況 你覺得比較嚴重一點的 那你就可以開大一點 開大一點 開大風一點 還有磊子量也較高一點 威力會比較厲害 威力會比較快 威力會比較快 但是在哪裡出產 其實它就是全美國 全美國出產的 全美國出產 就是它製造全部的廠都是美國 製造的 裝嵌 甚至於技術都是美國 都是美國的專利技術 但是其實現在你說 是近兩年的事 來到香港 其實現在我們會不會說 都很多人去知道有這件事 其實有的 是的 因為本身這個技術 我們已經很廣泛形容在 例如酒店 醫院 醫院 甚至是商業大廈 工程的項目 是的 甚至乎現在家居 都開始多了這一款 是的 就是用江竹梅 南米江竹梅形式的產品 嗯 但最初可能香港人 都還未接觸到這件事的時候 最初在推廣上面 會不會有一個困難的地方呢 最初會有的 因為始終新東西 大家需要一些時間去接手 但是始終我們會用一些 例如這部機器 它本身會有一些 美國大學的測試報告 是的 或者我們本身做一些公司的客 我們可能都會量度一些數據 讓它看回 它見到一個改善 例如我量度細菌甲 全VOC那些 它見到真的改善了 它就會考慮選用這個產品 是的 其實左手邊這裡還有一部 這部是不是已經是最大部了 是的 這部其實都算是最大部的 是的 它就叫AO5000 最高可以做到5000平方尺 是的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大呢 因為本身它來自兩把強力的風扇 是的 它會吹出大量的離子出來 例如酒店 可能他們housekeeping 即是做那些執房那些 是的 他們可能要一個小時內 就可能要去到房間的味道 因為可能客人不知道去化妝噴香水 或者其他東西 那它要這麼短時間內去味 就會用得上這部 是的 又或者是酒吧 可以除眉 是的 它又可以除眉 是的 其實因為有時候 除了我們真的看不到的菌之外 其實味道方面 真的會聞到 會覺得不舒服 是的 因為除眉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 我們聽了Regan 跟我們介紹了這麼多 關於空氣清新機的資訊 亦都可以令我們解決了一些不舒服的煩惱 首先很感謝Regan 謝謝 如果觀眾想知道更多的資訊 就可以瀏覽 www.veeherberveco.com 又或者是大家想看我們節目重溫 就可以瀏覽 www.apus510.com.hk 更加可以的是 如果你有智能手機的話 就在這個App Store下載A Plus 就可以隨時隨地都看到我們的節目 今次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一起跟觀眾說聲 拜拜 拜拜